血祖为了摇西雪可以不顾一切与王林进行厮杀 这让王林非常敬佩 毕竟同样身为原妇 若是儿子王平被人欺凌 他或许也会如此 书接上回 王林察觉到血祖现身后 他的原神立刻化作太古雷龙 并伴随着天结之力杀向对方 血祖见状大喝道一声血暴 无数血球轰然炸开 将王林的原神震飞出去 然而天结却是不断地落下 穿透王林原神 直接落在了血祖的身上 紧接着王林又传音说道 血祖前辈 你那血腥一毁 而你在这里追杀王某 不知姚西雪复活回到血腥后 会不会狼入虎口呢 王林的这句话如雷轰顶 让血祖本就受损的心神惊慌起来 姚西雪便是他的破绽 随后王林原神化作无数雷光 从四面八方冲入了血祖体内 两人原神便以血祖的躯体为战场 开始了疯狂厮杀 原本血祖的原神不该如此弱小 可却被炎雷子抽走一半 后续又遭到王林偷袭 反观王林修为达到了阳石 他进入血祖体内并非为了夺盛 而是牵制其体内原力与行动 使得血祖无法冲出天结云层 以天结之力将其诛杀 当天结逐渐消散 开始爆发最强一击时 血祖瞬间感到了死亡的危机 他果断选择放弃肉身 让原神离体逃走 否则下场必会形神俱灭 而王林则是原神归位 并将血祖的肉身封印到了储物袋中 他深知斩草药除根的重要性 所以又向着血祖原神盾逃的方向 及时而去 如今达到阳石境界的王林 其素笔之问底大圆满快出了数倍不止 并且在追杀的过程中 王林还领悟到了缩地成寸的神通 他凭此不费吹灰之力 便追上了正在狼狈逃窜的血祖 而血祖看到王林后则是震惊不已 因为缩地成寸是专属于第二步修士的神通 王林如今并未达到窥灭 这简直太过匪夷所思 但他又想起了一则传闻 若是在阴阳虚实境界内瞬间脉搏之人 日后的成就必定可以达到第二步的巅峰 血祖也是第一次对王林产生了恐惧之色 而这种恐惧便是来源于王林逆天的成长速度 他亲眼见证了王林从问鼎后期达到了如今的程度 下一刻王林没有与血祖废话 直接祭出尊魂帆放出三大主魂开始的进攻 本就身受重伤的血祖很快便落入下风 王林则是趁机挥舞坤级边 将血祖原神打到了近乎于崩溃 血祖知道今日没有任何活路 他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准备自爆给予王林最强一击 然而王林却是冷声说道 血祖王某可以不杀你 甚至会让你与姚溪雪有再次相见的可能 但你若自爆 此生便再也看不到姚溪雪了 血祖在听到姚溪雪后 眼中的疯狂缓缓消散 被王林成功收入到了尊魂帆当中 只不过王林看向尊魂帆并没有战胜血祖的喜悦 反而心中充满了惆怅 因为王林认为他与血祖并没有深仇大恨 若是对方直接带走姚溪雪 根本不会出现后续一系列的变故 当然王林非常敬佩身为人妇的血祖 为了女儿姚溪雪可以做到不顾一切 毕竟他也有一个儿子 那种愤怒的心态 王林能够感同身受 但此事归根结底 还是姚溪雪算计在先 王林不可能做到束手就擒 所以他问心无愧 接下来王林开始动身搜寻雷之仙界的仙术 只有尽快提升修为 才能前往东灵星 寻找复活李牧婉的方法 与此同时 李源在某处碎片大路上 遭到了三人的疯狂追杀 其中一位老者更是达到了殷须境界 让李源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若非三人抱着戏弄的态度 怕是李源早就生死盗销 让他耻辱的是 对方一位青年男子将自己视为活靶子 不断地尝试各种神通法术 最终李源的速度越来越慢 他感觉全身疲惫 死气更加浓郁 老者见状说道 此人已经灯枯尤尽 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此刻位于虚无中的亡灵 看到前方的一处碎片大路后 心有所感 他面色阴沉 散发出了浓郁的杀鸡 这是在封印了血阻后又一次的爆发 李源的眼神已经涣散 他心中却在叹息道 死了也是种解脱 只是王兄 李某还没有将心境传授于你 不过李源可绝不会束手就擎 他索性不再逃跑 转身看向后方追杀的三人 并开口怒斥道 李某与你们无冤无仇 即便是看中我的法宝 取走便是 可你们却是如此戏弄我 即便李某身亡 也会化作厉鬼纠缠你们 紧接着李源祭出三把飞剑 杀向对方那名青年 然而根本无需青年出手 一旁的老者抬手间散发出磅礴的原力 让三把仙剑静止了下来 然后老者一脚落在李源身上 让其横飞出去 并大口咳血 李源身子落地时 他眼前一片昏暗 再无任何反抗之力 他眼前一片昏暗